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她的老师带她回教会 她就在教会里面信了 就开始带我的姐姐回 那时我姐姐她们每次回完崇拜 回完团契回来就很开心 她说了很多话 我一个人在家和妈妈在家 见过她回来就非常响往 究竟教会生活是怎样的 为何这么开心呢 直到教会开始举办一个初级少年团 那时我刚刚年龄足够 就可以回回 很响往 那时我开始一直回教会 父母是否记录徒 应该是的 不过每年就回两次教会 就是受苦节 即复复节 聖诞节 我们就跟她回 但我又觉得她们实际上 那时蒙蒙茶茶那种 后来 哥哥带我们之后 再带爸爸妈妈她回教会 她们再重新来抉制 所以她们虽然是一年回两次 都算是信耶稣 是吗 其实是的 因为她们的宿伯是回圣公会 带他们一起回 其实是全间公司的人一起回 不过至少有这种传统 至少我们自小就有一个意识 有这个神 有基督耶稣 有圣灵 有救恩 虽然她没有正式给我们 很多这方面的教育 但是给了我们这个环境 所以你哥哥姐姐 或者你回教会 她们又不会阻止 她很开心 我妈妈 特别是妈妈 她觉得 能够回到教会的人 是好人 一定是乖的 所以哥哥带我们回的时候 她是很开心 可以带到 其实她也想我回 不过那时候教会没有这个团契 她想我们回 那在你的信仰历程里面 有没有什么经历 可以和我们分享 是给你对于神有一个不同的体会 其实神在我们生命当中 有很多信实的事情 不过心印象的 如果说回我小时候 那时候我也是回中中级少年团 我想那时候应该是十嵩的岁 那时候我在学校已经开始唱歌 就是在学校唱choir 很喜欢唱 在教会里面也很喜欢有机会唱 觉得很开心 也到那时候觉得有点骄傲 我觉得我唱得不错 但是在团契的时候 有一次我最记得就是去旅行 那整班团友去旅行 当然是玩得很开心的了 嘰嘰呱呱 大叫大叫大跳 完了之后 去完旅行 完了上一辆旅行车的时候 我就想再和其他的团友聊天 我闭大嘴 我闭大嘴想说话的时候 我口正在动 但是没有声出 我便很害怕 我说是什么事 为什么会没有声出 我停一会 休息了 一分钟后 我再说 但是忍然都是 闭大嘴 口正在动 但是喉咙好像出不了声 那些人听不到我说话 好像在另外一个世界 那样的感觉 我就很害怕 那時候我就跟神說 神為什麼會失去聲音 我很喜歡唱歌 我很喜歡說話 但失去聲音我很慘 那時候我就在車上跟神說 你可以給我一把聲音嗎 如果你給我一把聲音 我就給你用 那把聲音是你的 不過你先給我 等了大約十分鐘左右 還在車上 十分鐘左右 我開始慢慢說話 慢慢的聲音回來了 很開心 但是我什麼都忘了 我忘了跟神有個答應了 不過在這件事上我看到 原來神在我的身周圍 其實祂在看著我 祂的信實是在 我向祂祈禱 祂應找我 不過我跟祂答應那些 我已經忘記了 到了很後來 很後來來到 在加拿大的時候 有一次袁牧師講道的時候 他在台上說 有時候我們答應了 神這些東西我們沒有記得 我說沒有 我哪有答應過 突然間聖靈在我心裡 祂說你想清楚 我想想想 好像有些東西 那個時候我跟神說 糟糕了 我完全忘記了 是忘記了幾十年 在那個時候 我就說 OK 我要 袁牧師說 你答應了的東西 你要履行 如果不是神可以追究 那時候我就說 十多歲 你長大後 有沒有其他的經歷 讓你自己 在這個信仰上 去體會到那個真實 另外一個 我想都是來到加拿大之後 最初移民來的時候 找工作 我去了 那個叫 高桂林港 來做事 我在醫院做 那時候最初做 沒什麼好 開車進去 開車出 都沒什麼問題 但是做到那麼上下 都發覺 夏天的時候 早上做到下班 人都開始累 又要開車出來 開那個highway 開一號公路出來 沒什麼 每天都是這樣 但那天特別不知為什麼那麼累 又夏天又熱 我想 都不要了 上車的時候 不要讓自己太累了 那我就開過冷氣 精神一點 又開大一點的收音機 就是那個音響 自己可以聽 不會那麼容易 就是被刺激自己 這樣 就一直開到去 應該是近著Bernaby 那頭的 回來溫哥華 在Bernaby那裡 其中一個轉彎 那裡 我也不知道什麼事 原來我自己睡著了 睡著了 睡著了 眼前面全都黑了 什麼都看不到 但是呢 就有個聲音提醒我 他說 你怎麼睡著了 你快點醒了 那突然間 整個人醒了 原來在那個時候 車應該是在轉彎 轉彎的時候 我的車不會轉彎 我睡著了 唯有直去 直去的時候 我的車就已經去了 隔離線 前面那輛車是一個 應該是四十 我也不知道幾尺 不知道二十尺 還是四十尺 總之是貨櫃車 我的車很小 我已經放進去 車底 那個車尾 已經對著我的玻璃 我睜大眼的時候 立刻扭軚 原來那時候 我開近一百一十 即是 速度了 一百而已 我開了一百一十 那時候 睡著了 我都不知道 一轉過來 就去了這一邊手的肩膀 再一轉 轉過去 去了那邊的肩膀 來回幾次 我想後面那些車都已經害怕了 看到我的車這樣 但是 定下來的時候 我心裡是很害怕的 原來最恐怖的事 就是 不是撞到我的車 因為那輛車都開得那麼快 我想撞下去 都未必會太大傷 但是 原來因為轉彎 我的車會直衝出去 那邊是懸崖 那邊是懸崖 那我就定下來的時候 我想 好在你 就是 那十分一秒左右的時間 你是保守了我 其實 比十分之一還短 如果再遲十分一秒 那輛車飛了出去 一百十五 衝出去的時候 我想 現在不會在這裡 神就是 那一段短的時間 祂就叫醒我 之後 我定回神的時候 我回到Wankover 我坐在車上 停在一邊 我定回心的時候 我跟神祈禱 我說神啊 感謝你 你保守了我的命 就算不是這次 我的命都是你的 不過這次 你給我一個很大的印證 就是 這條命 是你再一次給我 繼續活下去的 這條命是你的 那時候 我覺得神是在我的周圍 來保護著我 不只是保護 祂是祝福我 在我這個生命當中 祂知道 唯有回到祂的那裡 才有意思 所以 這條命是神的 所以 從那天開始 你自己對於信仰 對於生命 又可以是一個很不同的看法 很不同的 那個感覺就是 譬如說 以前你可以是 我喜歡這樣做 就這樣做 我可以這樣洗 就這樣洗 我喜歡這樣去生活 就這樣生活 只要不是說 離世大譜犯罪 就OK 但是在那天開始 其實就是 那個感覺就是 你小心 這條命不是你的 你要好好地來活 你要好好地按神的旨意 來活 其實你剛才都說過 你很小時候 跟哥哥姐姐回教會 那時候其實你都很想 跟他們一起回 都很想知道 教會發生什麼事 但是一路一路 那麼多年 其實有一段階段 你自己不是認真 很時常地回教會 或者對信仰有一段時間 不是認真 那麼認真 說真的 小時候信仰 我大約是十二歲左右 我九歲開始回教會 我想大約十一二歲左右 就信了 在一個報道會裡面 在那個少年團的報道會 信了之後是很好的 那個感覺OK 不過就是 一路長大的時候 回教會都是很尋規的 每個禮拜都可以回團契 崇拜 回師班 但是原來發覺 回到學校 又是另一個世界 在學校裡面 都很頑皮 就是我們那些蟻人 講話又頑皮 做些事情都很頑皮 又會整股人 那個時候 我仍然都有回教會 仍然每個禮拜日都回 不過禮拜日 跟平時一至六 是不同的 一至五或一至六 在學校裡面的生活 是不同的 在別人看 其他人看 都覺得我乖 不是很頑皮 不過自己知道自己是 想的事 做的事 講的事 其實都很頑皮 直到有一天 有一次我的同學 有一次我的同學 好像先生 有一個習作 就是要我們去辯論 教我們辯論一個題目 那時候很流行 有一個題目 究竟有沒有神 給我們自己找資料 我當然是站在那邊 當然是說有神那邊 要說很多東西出來 辯論完結後 有個同學走過來 告訴我 原來你是基督徒嗎 我這麼久都不知道 你一點都不像 這句話 那時候是中四 中四那年 很記得 這句話之後 給我一個很大的影響 很大的 讓我回去想 原來我不像一個基督徒 雖然我星期日 星期一至五 原來不像 其他人看下去 我以為他覺得我好 但是原來 我自己在蒙騙自己 原來我在他們心目中 一點都不像基督徒 那個時候 就給我很大反省 慢慢要改 這個是中學時期 你說是爬爬烏的一個基督徒 可以是這樣說的 所以之後你自己 就開始慢慢改變自己 原來發覺 是的 我想改變自己 靠自己去改變自己 是非常難的 一個帶著一個軟弱的人 你自己沒有這樣的能力 你去改變一個 改變自己 其實是 其實都很可笑的 你一個軟弱的人 你帶一個軟弱的人 已經難了 還要帶自己 自己永遠都覺得自己強 所以是很難去 將自己去改變 我想神在當中 一直都給我很大的機會 直至到我想我去到星讀了 我去浸會讀 那入到浸會的時候 那裡是有一個很大的轉變 在浸會書院裡面 我一進去的時候 我給我自己有很大的感覺 就是整間書院裡面很重的基督教氣氛 我還記得在浸會書院 每一年有一個叫做基督教周 整個星期都是基督教的氣氛 無論他的報紙 他們播的歌 在中間有些聚會 甚至上課 我上課的時候 我的老師是基督徒 他之前跟我說 我知道你是基督徒 他說 我開始教書的時候 我開始讀科學 開始教書的時候 你說得救見證 他說給你五分鐘 我教書那裡很寶貴的時間 我都給你五分鐘 他原來每一堂 他都找一些人出來 來講一下見證 我就很深印象 說我的得救見證 給全班的同學聽 那次在浸會書裡面 給我一個很強的感覺 神是要用我的 你是需要活得好的 你是需要成為一個基督徒 成為一個基督成理的榜 你要活出來 那次在裡面 也有很多的機會 比如說有細胞小組 有他們的學校團契 浸會書院的學校團契 給我非常深印象 到現在來說 我讀了這麼多年的書 仍然都是覺得 在浸會書院裡面所讀的那幾年 是我最深印象 最給我很大的改變的那幾年 那兩個禮拜裡面 又有機會聽很多的講座 梁煙成博士給的講座 有很多不同的講師 他們給我們的體驗 給我們的體驗都很不同 所以是那個時候會改變了 我也覺得要靠神才能改變 如果不是 自己很難改變自己 所以神都在你的生命裡面 用了不同的方法 不同的時間 給你有一些影響 讓你的生命可以改變 是的 我覺得神是在我出生開始 他已經在當中來選擇 給我有這個機會 其實如果你問我 有沒有一些很多生命的危 和轉變的時間 其實在我六歲的時候已經有一個 六歲這麼小 六歲的時候 我讀小學的時候 我們下午班 我們回到學校的時候 就在操場等 那我就玩 又爬這樣爬那樣 那時候 誰知道有一天 玩完之後 上完課後 我肚子越來越痛 回到我家 告訴媽媽 很痛的肚子 媽媽就幫我擦油 擦油之後更痛 那怎麼辦 沒有辦法 半夜 痛得很交關 打算睡了 OK 就不行了 睡到半夜 十二點 好像 我也不記得幾多 媽媽後來告訴我 她說不行了 那麼痛 不如走去找醫生 十二點 怎麼找醫生 她說不理 總之去吧 爸爸背著我和媽媽一起去 找我們平時看的醫生 那個醫務所 敲門 敲了一段時間 居然有個醫生走出來 開門 那個醫生說 她說你做什麼 這麼晚找我 她說我媽媽說 兒子不舒服 她說 為什麼你們會找我平時 她說過去三年 過去三年 她說都沒有試過在醫務所過夜 就是那天 因為她做事做得晚 第二天又要一早在 所以她說不如不回家 就在那裡過夜 是唯一一晚 那一晚我就肚痛了 就去看醫生 醫生她立刻按按完之後 她說不行了 立刻要進去急症室 她說應該是盲腸有事 所以就馬上坐的士 去了急症室 第一件事 已經覺得神很大保守 那個醫生 她說她從來都不在那裡 過去三年還是五年 但是那一晚是唯一一晚 她在醫務所 就是那一晚我就需要 神已經在那裡安排了這個醫生 就馬上坐的士去馬麗醫院 我爸爸媽媽 那個時候是不 我們是不富裕的 我沒有坐過的士 原來坐第一次的士就去醫院 那去到醫院的時候 醫生看一看 她說不行了 立刻要做手術 立刻送進去 趕快做醫院 之後出來 就告訴我爸爸媽媽 她說 你知不知道 如果你的小孩子 再遲二十分鐘 就沒有命了 因為急性盲腸炎 他們說如果穿了 還是爆了很危險 對 她說因為你塗了這個 白花油 驅峰油 就是因為這樣穿了 所以我的腹膜 全部是受感染 所以她說 因為穿了 所以再遲二十分鐘 就沒有救了 所以現在 我這裡有條疤痕很長 那時候很小 現在就很長的疤痕 旁邊還有一個疤痕 就是一條喉 放進去洗我的腹腔 很深印象到現在 每次看到疤痕的時候 想起神的保守 在同一件事裡面 有兩樣的保守 醫生和時間方面 相距二十分鐘 就已經不可以沒有命了 那便不可以坐在這裡 分享你的見證 是的 六歲的時候 就是二十分鐘 我就沒有命了 在三十幾歲的時候 差十分一秒 我就沒有命了 都不可以在這裡見大家 生命就是掌握在神的手裡 這個非常深印象的感覺 就是生命 我的生命 完全不是我可以掌握到 在神的手裡 當你自己體會到生命的寶貴 你也認識神的信實 當你自己有小孩之後 知道你有一個女兒有一個兒子 那你怎樣希望 能夠將自己這個信仰 可以傳遞到給自己的小孩 讓他們兩個都能夠可以信靠神呢 其實在他們未出生的時候 我們都為祂祷告的 很有趣的 我不知道什麼叫胎教 聽回來是有效的 不過我不知道 所以當我太太陀著女兒的時候 我們為祈禱 我們唱歌 讀聖經 說故事 在你太太的圖裡的時候 我太太就跟她說故事 我就不會說故事 我們唱歌 祈禱 為她祈禱 到了她出生之後 我們一開始就會跟她回教會 其實她出生了一個月 我們就回教會 後來就在教會上按手 一路都帶她回教會 她還是有一個 希望我有個習慣 她那時候沒有機會去信 不過當她一路長大 但是我一個女兒 她五歲的時候 其實我太太已經跟她傳福音 那女兒她是很單純的 聽了她覺得她是可以信 她就信了 我覺得她的信是真的 聖靈去感動她來信 所以不是說這麼小朋友的時候 她信得也不知道她是否真的 她們可以信得真的 甚至我兒子 他都是很小的時候 也是我太太來跟她傳福音 把整個救恩告訴她 她就信了 其實就是一路都在教會裡面長大 當然教會的角色在當中 就是將真理告訴她 將一些敬拜的意義 將生命如何成為敬拜 來教她 團契生活等等 在家裡我們都有 那時候小時候 我們都有家庭崇拜 或者家庭靈修的時間 每天都有 然後每個禮拜有個家庭祈禱 不過到現在開始 大家非常忙 有時回去很晚 見到她都很晚 有時特別的時候 我們都會安排一起去祈禱 希望這個成為了她們 對於面對人生一些挑戰 或者我們有一些感恩 或者我們需要去傾訴的時候 我們的主、我們的神成為了祂的幫助 成為了祂傾訴的對象 和祂傾訴的對象 和祂傾訴 和祂傾訴 祂傾訴 祂傾訴 祂傾訴